今天製作蝦仁炒蛋 急凍蝦解凍 用盐、胡椒粉,不断腌一腌 切成蔥粒,4隻蛋 完成 鸡蛋不斷發,不要發得太均勻 可以了,差不多了 發均勻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現在發不均勻就有些白色的材料 好了,接著就 製作蝦 先熟了 製作蝦全熟 不要說,待會又說 留下炒蛋時煮熟 因為蝦仁炒蛋很滑 要滑的,兜幾兜 熱力不會傳到蝦 所以現在要全熟 好,蝦之前避一避水 先把蝦倒下 收縮了肉酸酸就應該是熟了 現在的雪蝦很好 超級自成雪蝦爽口 好,小小粒 然後大家喜歡洗蝦也行 不洗蝦也行 如果髒真的要洗蝦 什麼時候開大火,開慢火呢 自己決定 加上蔥粒 覺得火不夠,就開大一點 你說怎麼炒呢 不是炒的,用盆盆盆就可以了 搞定了 真的好滑的,不是開玩笑 蛋白還在 所以你說如果蝦不煮熟 留下現在煮,分分鐘蝦生 好,開餐 好,開玩笑 好,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lazy最是 要快樂 ах